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 在这两年多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以说是各行各业 非常的哀嚎及萧条 但是唯独去看一下不动产 它居然就是可以年年爬升 针对这样的一个趋势 相信对很多有计划要买房置产的人 应该算是很乐于去接受这方面的资讯 但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比较充满变数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一些资讯 要来提醒你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就要来告诉你分享一下 目前你可以了解的 去观察的房地产的现况 我们邀请到的是 永庆不动产腾能区经营馆会会长杨景安 景安会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疫情让各行各业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唯独房地产的状况 好像不是这样子 反而是爬升爬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还蛮亚异的 房地产其实最主要 它会这样不断的上升 除了原物料 蓬蓬的上涨以外 其实主要还是政府的称策 会导向 因为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那个当时为了打房的奢侈税 不明白了 它很早就退场 但是一旦一百年 一上市之后 一上路之后 房地产开始有 10% 20%一直往上涨 因为政府客的税收 其实是由民众来买单 那现在房地合一税 45%跳 35% 20% 15% 所以房地产也因为这样 因为屋主也好 或建商也好 他不可能做赔钱的事情 原物料跟得上 有些他没有 不需要缴这些税 也跟着他们这样缴步走 所以导致现在房价 就是节节攀升 这是要市场买单 所以我觉得 政府的政策为主要 其他的当然还有相关的 就是一般我们的生活的原物料 这些赤字 所以这个成长空间 你们怎么看 怎么来建议我们听众 比如说像以南科来讲 这非常的 非常的一个话题性 再加上包含了整个的经济 跟交通都已经在规划 甚至我刚还在跟会长说 它简直就是可以变成 一个造证的模式 让他们自己自给自足 对不对 对 在南科里面 它去年营业额 已经成长29%多 超越了整个新竹的营业额 所以不是只有台积电缺工 其他各相关产业缺工 所以大量人口进来之后 加上台南 在各方面的交通 也都做得很好 所以淡黄区 有些挤不去买不起的 或者是就买的压力很大了 他们往蛋白去转 因为交通方便很大 都很方便 车子开了10分钟 20分钟到 甚至半个小时之内会到 他们都可以接手 对 算值得 对不对 值得 因为它不用多花几百万 然后甚至上千万 一样可以做更舒适的地方 因为在淡黄区 可能你预算不到的时候 你可能买个两房 三房要破千 可是你在淡白区 或许这样的价格 也可以买一间透天 买一间别座 所以目前会长 你还是会觉得 如果有计划 要置产 或者是买房的话 比如说像南科 或者是一些重花区 其实他们也未来 未来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远景 都是看好的 你建议是往这方面走吗 其实每个城市 过去也都是乡下 真的 当然你现在所买的蛋白区 将来也可能就成为度会区 这是早晚的事情 那在评估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要 什么样的方式 来建议我们听众的 当然除了你要考量 你自己的生活圈 家人圈 工作圈 这考量以外 事实上你 不管你选哪一区 蛋白区或蛋白区 尽量选择人头 比较集中的区域 就算你选麻道 选官庙 或选新市 这些你可以选 也是人口密集度 比较聚集的地方 选这样区域都准备错了 就是有人就一定会有发展 那对于这个 目前房市的看长 还是蛮有期待的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 真的在做一些 重大规划的时候 还是可以请专家团队们 来协助对不对 我们永庆不动产 在台湾有30家 本店 那台庆有潮市 都是属于永庆房团的 那我个人 有两间分店 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咨询 一间是在 清美大洋店 在大通路二端的地方 一间是在台南湖美店 是在中华西路二端的地方 那随时也可以 拨电话进来询问 269-1558 还有另外一家店 358-1133 都随时可以欢迎你们来店询问 或上店询问 OK 好的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 永庆不动产 台南区金管会会长 杨锦安会长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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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